我也是因为演戏所以被大家知道 我要是否认同心 那不等于否认了我自己的过去 在我的青春里面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拍了我喜欢拍的戏 我觉得很圆满 对我有种自信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必须有自信 如果演一个角色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 你自己都没有那样足够的信念感的话 你怎么让观众去相信你真的是那个人呢 因为也一直在拍戏 所以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在每个角色里面 我陪着他们 他们也陪着我 就一起成长 现在正处于公演 从上年到亲你们的过度期 对自己的亲近期有什么感受吗 没有 我青春挺好的吧 我觉得我在我的青春里面 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拍了我喜欢拍的戏 我觉得很圆满 那现在有觉得在演员是大人吗 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小朋友的了 这些年拍戏的过程中 就哪怕你年纪很小 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好 演员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把你当作同事一样对待 经常觉得就是跟身边所有人都没有年纪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真的觉得自己是大人的时候 去年生日会吧 去年生日会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环节就是读 我妈妈给我写的封信 然后我在学生会上听了 儿子 马上你就18岁了 妈妈一时间感慨的 不知道是什么好 还记得带你去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当时你才五岁 恒店的冬天很冷 大巴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好不容易进到主 大冬天你穿着肚兜拍下水的戏 全身都冻得通红 可是你却从没叫过苦 没有跟妈妈说要放弃 听完之后我当时又觉得 好像自己一下就长大了 感觉真的 真的自己就不再是小朋友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角色 在不同的时候去看 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吧 包括像小哪吒小哪吒 其实那时候太小了 真的 那时候我演戏就只是在念台词 在我看来啊 也是爸妈妈给你念剧本 然后让你去感受 那时候真的是拍戏就跟玩一样 现在不一样 现在要怎么说沉重了许多 那你现在只要回看 你之前年了就挺比较近 在演的角色的时候 会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 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 再演得更好一点呢 看过去自己都会觉得 有很多地方不足 有时候看都气得吹胸 吹胸都觉得 哎呀当时怎么 哎呀就是你知道吧 总会总会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美好的吧 我觉得演员嘛 这叫遗憾的艺术 现在有没有 还会记得大家与同心 这个女生还超级的吗 我都这么大吃了 大家也不会说 但其实我倒无所谓 因为演员嘛 本身外界对你的所有评价 你都应该欣然接受 我其实挺开心的呀 对毕竟那也是我的角色嘛 对我也是因为演戏 所以被大家知道 但你说我要是否认同心 那不等于否认了 我自己的过去嘛 慢慢来吧 总有一天会演出很多 也不用很多 没有这么自夸的 总有一天我会演出 让观众满意的角色和作品的 还是要拿作品说话 其实作为演员来讲 就是真的是需要非常理解 自己的所饰演的角色 有时候也会想想 那样子的一个人物 在遭遇了那样的逆境之后 他内心究竟会是一个 怎么样的状态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跟角色有共鸣吧 就怎么说呢 我自认为我觉得 我还是挺了解 李肃和萧衍的 我也很欣赏他们 因为其实原本也是 豆魄树迷嘛 所以说对萧衍这个角色 算是知根知底 那所以说在拍摄过程中 就其实比较主观 因为我觉得萧衍就该是那样 就如光哥所说的那样 有时候会跟导演组 撕撕撕撕撕 对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能感觉到出 你现在对自己的角色 有种自信吗 对 我有种自信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 必须有自信啊 演戏这个东西 有时候演戏的过程中 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事情 如果演一个角色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 你自己都没有那样 足够有信念感的话 你怎么让观众去相信 你真的是那个人呢 卸妆的时候 卸妆的时候 那是真的累 你回到家 你真不想卸妆 尤其是拍古装戏 你知道吧 那个卸妆套的时候 真的是 哎呀 当时古装戏 不用战斗套就好了 真的 你知道战斗套有多痛苦 就很痛苦就对了 我也不知道 没办法怎么跟你形容 就是很痛苦 你有敷过那种 就是那种 可以涂到脸上的那种面膜吗 就是过一会儿就会干 那种面膜 你想要那种面膜 带一天那种感觉 就差不多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看 就是发际线都很危险 我觉得我收获到了很多 真的 我收获到了太多了 我很感恩 那失去的话 比起我收获 我就真的觉得 都不值得一提 那失去的话 就是一些玩乐的时间吧 但我觉得 在剧组里拍戏的生活 我很喜欢 我也很享受 享受自己的工作 对啊 我超爱超爱拍戏了 其实会想去尝试 不同的题材吧 然后其实主要是 看好的剧本 这句话真的不是说说 真的一直在看很多剧本 我觉得好剧本 真的很重要 对 我也希望能够 在好的剧本里面 好好地沉浸进去 好好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而不是说 我喜欢这个题材 那我现在就一定要 接一个这样的戏 我觉得好的剧本 好的故事 才是最吸引我 也是最吸引观众的地方吧 感谢观众的